我们怎么样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呢 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总结过 大概有这么11件事 我们给大家提纲切领的在这里再打一下 就是第一要注重营养 基本的三大营养素一定要补足 另外再就是维生素ABCD还有E 还有包括这个微量元素 这个心铁铜锡这种 都是对免疫力至关重要的一些物质 我们要保证它的充分的供应 然后再就是要不抽烟 烟损害我们上皮细胞 这种抗病毒的能力 尽量的不要喝酒 酒精直接杀伤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 另外再就是刚才说到的低盐饮食 低糖饮食 这个对我们免疫功能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再就是刚才说到的 要保持一个体重的一个适中的状态 刚才原因也说到了 体重过重容易引起慢性炎症状态 这个跟抗病毒之间是反着的 另外呢 我们要就是少用一些对免疫力有伤害的药物 比方说一些激素类的非载体类的消炎药啊 这些都是伤害人体免疫力的 尽量的少用 另外再就是我们坐洗药规律 晚上该睡觉10点钟 要赶快的就是准备休息 休息的不是简单躺在那睡觉 它是一个我们人体自身免疫力的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给免疫系统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 再一个其他就是一些社会啊情绪和心理层面了 比方说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尽量不要发脾气动怒 这些都是伤害我们免疫力的 有条件呢 有时间经常到森林里大致啊多接触接触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有一个增加的作用 比方说 森林育啊就能够让我们的自然杀伤细胞明显的功能和数量都增加 另外还有一些打坐这种传统的健身方式 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 再一个就是一个心态 就是很善良很平和的一种心态 是能够全面的提升我们的抗病毒的一个能力 这个实验我们多次讲过啊 所以就不重复了 这是给大家提刚谢礼的总结一下 是 其实刚才董博士也跟大家分析 大家也都知道 平常要吃得好一些啦 睡眠要充足啊 心情要保持愉快啊 但是除此之外 可董博士可不可以再深入的讲一讲 我们具体保护人体免疫力的方法 其实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可不可以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部分呢 我们经常讲维生素 大家也很熟悉 我们今天讲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一个常见的维生素的功能 请大家耐心听下去 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 维生素D大家都知道 首先大家很熟悉 它能够帮助人的骨骼和牙齿的正常的发育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而且大家也很熟悉 维生素D它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可是人们不熟悉 维生素D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压力 不良情绪 怎么讲呢 我还是从免疫力开始捋起 为什么增强免疫力呢 因为我们人体内有很多的免疫细胞 比方说吞噬细胞啊 淋巴细胞 它们上面都有维生素D的受体 这个受体呢 它就能够结合住维生素D 维生素D跟它们一结合呢 它不是白结合的 它结合上了之后呢 促进它们这个细胞变成一种更强大的一个 能够消灭病菌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好像升级了一下呢 给它充电了 所以维生素D直接增强的就是我们人体的粘膜上皮 这一层细胞 还有天然免疫细胞的最前线的这种核心的免疫细胞的这个战斗能力 所以维生素D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保持维生素D的一个正常的水平重要 所以正常的维生素D的水平一般是大于等于30个纳克每毫升的人的血浆里的水平 要低于这个水平就不正常了 就偏低了 很多的研究就发现 维生素D如果偏低的话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而且容易得重症 以色列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研究就发现 就先看右边的 中间可以分成两条线 右边的绿色的和橙色的点 右边绿色的点和橙色的点都是维生素D正常的人 也就是大于30纳克每毫升的人 他们之间又分为两种 绿色的呢就是维生素D正常 但是他们又不感染新冠病毒 然后橙色的呢就是维生素D高正常 但是他们感染了 那我们一看这些维生素D正常的这一群人满眼望去都是绿色的点 那橙色的点就没几个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你维生素D正常了 绝大部分他都不会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好我们再来看左半边 左半边就是紫红色的和淡紫色的 两种点代表的都是维生素D小于30纳克每毫升的人 就是低于正常水平的 那满眼望去是什么点多呀 红色的点对吧 红色的点就是维生素D水平低 然后他又感染了新冠病毒 就这个意思 那那个浅紫色的点呢 就是维生素D不感染的 所以这个图就是我们很直观的就给大家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 你维生素D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就不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反而如果维生素D水平不足 那就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维生素D能够防感染这个作用所在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他不光是防感染 他还能够防重症 比方说就是维生素D啊 这个就是在新冠的重症患者中 87%的人 他的维生素D是缺乏的 然后这个轻型或者中型的这个患者 只有34%的人是缺乏的 然后另外一个分析就是 维生素D如果缺乏患重病的可能性 是正常大于40纳克这种比较高的 这一部分人的14倍 然后这一张图呢 如果说缺乏维生素D的人 他有26%的人得了新冠之后 他可能会死亡 而这个维生素D水平正常的人呢 即使得了新冠 他也只有3%的可能性可能会死亡 所以这就是维生素D对大家的一个 既预防感染 又能防重症还能防死亡 这不是很便宜有实用的好方法吗 所以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要关心我们维生素D的水平 比方说政府可以拿一点点资金出来 给大家发放维生素D 就另外维生素D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能够帮助人们缓解这个不良的这个抑郁 焦虑这个情绪 我们这里有一个来自2021年的伊朗 做的一个研究 我们可以看一共有四组人 从左到右 第一组安慰剂 第二组是奥米加3 第三组是维生素D 第四组是维生素D加奥米加3 我们可以看到维生素D本身和奥米加3 它都能够起到就是降低人们的这个焦虑啊 抑郁啊 还有就是压力和睡眠障碍等等这些症状 而且尤其是维生素D加上奥米加3的时候 它这个保护的作用更加的明显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示 就是说维生素D它不光是作用在免疫细胞的层面 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精神 人的这个心理层面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压力 所以人的身体和心理是相关联的